大家好,Chris,今天分享两件事 第一件事,英国下半年衰退,失业额会升至6% 楼价未来两年会跌一成 是不是很开心? 现在已经缩了,之前说跌两成,现在说跌一成 你问Chris说会不会跌,当然会跌 但我觉得没有一成那么多,很夸张 另一件事,对于香港人是一个好消息 我经常见别人说想争取这样争取那样 又说本地学生收费 我经常叫别人来苏格兰 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想首选苏格兰 但其实你向和尚拿梳,怎会有梳呢? 我说真的,我经常问他们 叫本地学费收身学费给BNO是很难的 苏格兰就不同了 本身在苏格兰住的条件已经可以读大学 不用钱了 现在真身一件事,袁敏昨天王先生也有说 其实昨天Fix哥也想找出这个新闻 但我也找不到,很可惜 今天我见到群组有人扔出来 所以我马上拿出新闻和大家分享 想说什么呢? 就是读书有这个标准的优惠 又或者是津贴的资助 说什么呢? 就是说 苏格兰政府监于苏格兰免费学生学费资助 居留资格标准发生变化 持有英国国民海外签证的香港人 是否有资格获得高等教育的免费学费? 如果他们正在苏格兰居住了三年 现在想问一个问题 苏格兰居住了三年 可不可以到这个待遇? 他就说现在回答 他就写着回答 就是这里的答案 他就问了 我很高兴地确认 2023年、2024年学年开始 所有符合以下条件的学生 将会有资格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家庭收费 和学生经济支持 在相关日期之前 通常在英国居住了三年 在相关日期通常在苏格兰和级与 进入居留英国许可认识 该许可尚未到期 这里我要停停 我知道有些人申请的Visa 是否两年半的? 不知三年还是两年半的? 因为有些人不想一次过付钱 我也是一次过付五年钱的 如果不是一次过付钱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写得明 首先要符合第一条件 要常居英国三年 我想是每个人都可以 应该不难 还有常居住苏格兰 你要找个证明 是否常居住苏格兰 第三条件是许可证未到期 如果你有两套BROP卡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看看你的卡 当然要再续 要符合三条件 如果你刚刚到期 我不知道你是否一半一半 玩一半一半 玩一半一半 付钱 如果一半一半 你要逐一期 然后再显示你没有到期 我想你要证明这三件事 然后你又享有这个福利 由于英国国民海外签证 将视为进入或逗留英国一种形式 持有签证的学生 如果满足其余标准 将有资格获得支持 是否很棒 所以 其实很多东西 苏格兰真的做得不错 我觉得 见仁见智 你可以继续 仍然都继续在一个 继续争取 你落了地 每个世界都没有猴富弱 真的没有猴富弱 但是 苏格兰是做得不错的 我先恭喜大家 首先 大家 起码 多些东西 可以支援大家 至于黄先生说的那些 他说 会否平权 我没有意见 会平权的 大家都更加好 就是提示一个平权 但是 平权就快点了 最好快点是护水 哈哈 说完了 再说到另一件事 就是说 衰退 失业率升至6% 留美两年跌成 先提一提 我再说回刚刚之前的题目 就是刚刚说了一件事 其实我有很多听众 就因为 觉得苏格兰福利很好 带子女过来 最大的原因就是读大学 就是这样说 苏格兰是真是给你一个安稳的 所以 我现在就这样说 选择了苏格兰 来了苏格兰 阿拉斯哥, 外兵堡, 阿巴甸 大家不用太熟 說完了, 說完另一件事 就說劉家會跌一成 我經常覺得失業率增至6% 如果你做一些勞動的工作 就有很多工作 看看是甚麼人失業 可能是渣不穩食 總之未來有一堆人 會被AI淘汰 沒辦法, 因為現在的AI 很多工作都能做到 所以人基本上可以減少一堆 所以這個失業率 我相信只會越來越多 那些冷氣軍師失業 我其實不是黑心 我講現實 為甚麼呢? 坐在冷氣, 開著冷氣, 量著冷氣 那些基本上就會失業 因為被AI取代 不是英國的問題 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說真的, 我覺得是 尤其是大家 前幾集都有影片 而你的AI 很多事情都能做到 所以 兩、三年左右 其實有很多工作 AI真的可以取代到人 不是Kris哥 想說話 嚇唬大家 這是現實 所以我反而覺得 如果大家有時間 應該要學一些 一門手藝 不要被人被取代 說真的 可能要做一些 努力的工作 可能會更好 劉價 但未來會不會跌 兩年後會不會跌一成 我自己就覺得 一成是誇張了一些 我自己 7%左右 7%左右 我估計是這樣 因為始終都是公不應救的 很多人想買樓 達供應起的樓不夠 一定有的 所以就這樣說 我只能跟大家說 不會跌太多 可能會跌跌 全球加息 新推出樓市抱貨 港銀以本移民地 英國不陷面 國際信貸評級機構 目的發表報告 預測英國樓價未來兩年有機會跌一成 即10% 如果跌幅加劇 將會觸動當地出現 萬重的經濟衰退 嚇鬼 雖然英國央行要到6月22日財議息 但市場已急不及待 提高按揭利率 有大型銀行 更要誓要暫停新造按揭 令市場變得混亂 阿龜斯哥知道現在的英鎊 已經到9.8幾了 正在升上了 因為他還在加息 就這樣說 目的在說 本輪樓市跌落由於持續的高企通脹 以及連續加息所取 會產生高貸的成本引起 市場預計 預計英國通脹會快出回落 令基準利率停留4.5厘 為市 市以為 當地上個月公佈4月份 通脹率數字 雖然跌但仍然高企7.8公斤 只要加息預計再度升溫 預計利率 封值要達到5厘 由於市場而提早鎖定流動性 令到借貸需求上升也推高 貸款利率 以兩年按揭為例 息率為5% 其實5%也不太貴 相對一年低 但一年前就沒話說 3厘多 其實5厘也不太貴 如果到達8厘 你會害怕不遲 我覺得 該機構認為 樓價下跌21%左右 對經濟構成說法的影響 現時機構預計 英國將會在下半年開始 陷入經濟衰退 歷時可達到6個季度 失業率尿在明年觸及6% 為行後者低於2018年 全球金融可視的複角 事實上過去兩周 英國大型按揭 這兩家公司分別支出 5月份樓價下跌 為2012年首見 之前說過 有傳媒則在上個月 訪問了23個市場專家 雖然好判認為樓價今年會跌3個月 寫人單 數字2月份已經上升了0.6% 反映下跌趨勢正在逐漸應成 其實 正在適合8厘加 之前都沒有跌 這5月份的數據可能會跌少少 這樣就出了這麼嚴重 你問一下Chris哥 Chris哥我覺得 他講得嚴重了 我覺得他是嚴重的 你問他會調整 我覺得是好事 但問題是 不會像他所說的 跌那麼多 因為始終是供不應求 你明白嗎? 因為最近我訂了在加拉斯哥買樓 大家都要爭 不是說 你一落價馬上給你 不能跟他討價還價 沒有的 我不知道你那區是怎樣 我們加拉斯哥就不是 但反映人表示 最近幾周利率掉頭持續上升 令整個市場太方 不是加息便是撤回產品 故公司無可避免加息 英國按揭市場 佔四分之一生意 來自英國匯豐銀行 據報導 週五 佔領所有新造住宅留案 投資案件 並會在下週推出生產品 原因確保能夠保持營運能力範圍之餘 同時複衡力銀行對客戶服務承諾 市場估計該銀行很可能在週一加按揭利率 這時至去年9月迷你預算以來 該銀行再度暫停新造的按揭產品 據報導 現時匯豐英國住宅按揭基準率 可以變動為6.99厘 投資按揭Savr 剛由7.1厘加至7.35厘 英國中小型發展商剛公佈4月底 業績顯示 其稅前利用卸了6成 即是說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樓 即是新樓慢了慢了 其實這個不是反映20樓 我想這個數字是反映新樓 主要原因 去年9月首相卓惠斯 推出這個米利預算市利率大幅上升 準買家按揭公司也要看定些 而節期內按揭中數大減 那位發展商認為 目前買家對樓市信心相交 當時回升 其實最近樓市交籌都在升 即是價投量都被支持12月份多了 而且價格也升了一點 在5月份開始回一回 然而息率越來越高 加上政府買樓制作計劃即將完結 一旦央行持續加息 將會無懸念地再打擊市場需求 小心 顧持續呼籲政府想清楚一個問題 要為準買家提供進一步支持 整頓說完了 Chris哥覺得 兩個方向 如果一手按揭的政府 還有買樓資助 我認為樓市跌少許 不會跌很多 如果再維持這個買樓計劃 我覺得樓市只是跌3-4% 不會跌很多 要視乎這個政策是否繼續 最多是5% 如果樓市是不維持的 加息加上去 最多是7% 7%或10% 我覺得是差不多 不會像他所說的20% 不可能的 最多是7% 我猜是差不多 就這樣說 我沒有數徵求的 今集說的話 不是投資建議 不是投資要約 投資之前 麻煩找你自己收你錢 去上課的專業投資人員 你問他吧 他收了你的錢 我沒有收你的錢 所以你找他吧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留言 給贊分量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